52岁女子 每天光吃菜不吃米饭 半年后身体发生了什么变化 52岁吴阿姨从年轻的时候 身材就比较富态 在45岁那年被查出患有糖尿病 确诊后一直服药控制血糖 但她一直对于控制饮食没有概念 不知道具体该如何吃 于是下午后 我想了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 直接不吃容易生糖的主食 连续不吃主食半年后 吴阿姨发现自己时不时会感觉头晕 一天更是直接晕倒在了家中 好在当时老伴在家 把她及时送往医院 住院后 吴阿姨的血糖值高到血糖仪都测不出来 随后被诊断为酮症酸中毒 如若就医不及时的话 可能会威胁生命安全 这个情况让吴阿姨有点摸不着头脑 不是说主食容易升高血糖吗 自己不吃主食怎么反倒进了医院 一只吃菜 不吃米饭 身体会怎样 柳叶刀公共卫生杂志上 曾发表过一项研究 研究人员 对美国15万名 45到64岁的成年人 以及欧洲 亚洲国家的43万人数据 进行分析后发现 总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与预期寿命之间存在U型 关联 全天摄入总能量中 碳水化合物摄入量 70%都会导致死亡风险上升 而每日碳水化合物摄入量 为50%到55%的受试者 死亡风险最低 换言之 主食不能吃少 也不能吃多 长期只吃菜不吃饭 这些毛病可能会盯上你 一 肌肉流失 主食内的碳水化合物 是功能的主要物质 长期摄入不足 身体将无法摄入充足的蛋白质 继而容易导致肌肉流失增加 且不吃主食 会导致身体使用蛋白质来功能 也会进一步让肌肉流失 二 口臭 饮食内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 身体需要通过消耗脂肪和蛋白质来功能 在代谢过程中 脂肪不完全代谢会产生同类物质 继而会产生水果腐烂 发酵后的味道 让口腔也出现明显的异味 而蛋白质分解则容易产生氨类物质 该物质也有明显的异味 三 大脑衰退 主食摄入不足 会导致身体无法摄入充足的葡萄糖 这样一来会让大脑思维活动受影响 容易产生注意力不集中 精神不振 以及思维迟钝等问题出现 四 脂肪肝 长期只吃菜不吃主食 会给肝脏带来较大的负担 容易导致体内脂质过氧化 损伤肝细胞 诱发脂肪肝出现 五 同症酸中毒 不少罹患糖尿病的患者和吴阿姨一样 为了控制血糖完全不吃主食 但这个做法非常错误 长期不吃主食容易导致低血糖发生 还可能会引起恶心 头痛 乏力 是睡等同症酸中毒的症状 但近年来 关于主食的争议性一直很大 有不少传言称 米饭 粥是非常差的主食 对健康不利 这是真的吗 二 米饭 粥都是最差主食 别再被误导了 一 米饭会诱发糖尿病 糖尿病的发生 不仅与高糖高质饮食相关 也和遗传 外部环境因素相关 不能把糖尿病的诱因 完全归咎于吃米饭 二 粥没营养 这里的粥指的是白粥 白粥的营养成分十分单一 基本只能给人提供能量和水 蛋白质 膳食纤维 维生素等营养的含量很低 且白粥煮得很软烂 净时候消化速度很快 容易导致血糖上升 但如若在烹饪粥的时候 加入杂粮 蔬菜 肉等食物 也可以让粥变得有营养 主食是日常饮食中 不可或缺的食物 在选择的时候 可以适当添加这些健康的食材 三 做菜煮饭时撒一把塌 血糖三高粒马降下来 一 苦憔 苦憔 含黄酮类物质 富含人体必须的微量矿物质营养素 据本草纲目记载 苦憔胃苦 性贫寒 能食肠胃 义气力 续精神 利耳目 练武脏扎烩 因其少有的要是两用特性 与富含人类必须营养成分的特点 被誉为五骨之王 可降三高 可安神 可消炎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 苦憔中富含的生物类黄酮 能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 提高细胞组织 对胰岛素的敏感性 从而达到对糖尿病的双向调节作用 也就是能把高的血糖降低 低的血糖升高 正常的血糖不变 要是两用的特性 使苦憔能够安全地预防和控制糖尿病 是天然的植物胰岛素 苦憔可以辅助控血糖 但不能代替降糖药物 专家认为 苦憔是三降丹 它能降血压 降血脂 降血糖 苦憔脉里含有18%的纤维素 使苦憔的人不易得胃肠导癌症 苦憔含有生物类黄酮 亚油酸 各元素 苦憔黄酮 不但可以有效地活血化瘀 抗栓色 降血脂 降血压 降低胆固醇 降低血糖 还能使血液的成分得到净化 可以改善微循环 降低毛细血管的脆性 降低其通透性 能够修复受损的血管壁 二 银耳 银耳含有特殊的胶质 常吃可以补充我们皮肤流逝的胶质 能让皮肤饱水度增加 目前也有研究单位萃取出 银耳特殊的多糖体 发现在动物实验 能扮演肠道义军生的角色 让肠道的好军生长比较良好 并抑制肠道坏军的生长 具有保健肠道的功能 而且银耳的膳食纤维 对排便的调整 有双向保护 便秘的人吃了会通便 拉肚子的人吃了 怎能改善腹泻的情形 银耳丰富的膳食纤维 能阻降低食物的胆固醇 糖分被肠道吸收 以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 及稳定血糖 国医大师陈童云陈老 在这之前得过一次肺炎 他就用银耳来调理肺部 每天吃一道银耳莲子羹 有很好的润肺养阴效果 酸醋 中医认为醋酸 肝 温 乳肝 胃精 有散瘀 止血 解毒 杀虫的功效 本草肛木提出 醋能消肿 散水器 杀邪毒 理珠药 擅致腮腺炎 提炫 贾炎 胆道回虫 毒虫叮咬等 现代营养学认为 食醋之所以能这么受人欢迎 是因为其中含有具多种特性的乙酸 和氨基酸等其他成为物质 这些成分可以刺激味觉 提升人对食物鲜味 咸味的敏感度 所以 对于患有高血压 肾病等 需要控制盐分摄入者 可以将醋加入平素膳食 以减少食盐的用量 而醋中保留部分可挥发的 完整的乙酸分子 因为闻起来有特殊的香气 可增加食欲 开胃提神 此外 食醋还能够抑制多种微生物的滋长 具有防腐剂的功能 能提高食用凉拌菜的安全性 糖尿病患者 适当摄入食醋 还能延缓尝到对葡萄糖的吸收 提高胰岛素敏感性 延缓餐后血糖升高 食醋中的乙酸浓度 还具有提高烹饪食物的营养价值 和感官的作用 如 保护食材中的维生素C不被损耗 使富含花青素的蔬菜 呈现漂亮红色 避免变蓝变黑 所以 日常烹饪是加点醋 绝对是有益健康的 醋的功效消失解腻 醋含有醋酸 对于所有的食物 都有消化作用 胃酸少的人 适量吃醋 能帮助消化 食用方法腊八蒜 大蒜新温 散寒 醋泡蒜不仅可以中和蒜的辛辣味道 还可以让生蒜变为熟蒜 四 橄榄油 每日推荐量30克 橄榄油中 富含大量的丹部饱和脂肪酸 可以起到调节和控制血糖水平的作用 还可以改善糖尿病患者的脂质代谢 是糖尿病患者最好的脂肪补充来源 常用这种植物油 对血糖和血脂都是相当有益的 尝试橄榄油可以防止动脉周样硬化 调节血糖 降低血压 降低血粘度 预防血栓形成 保护心脏免受关心病的危害 可以抵抗各种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 与其他植物油不同的是 橄榄油只降化胆固醇 对好胆固醇反而有提升作用 具有良性的双向调节作用 橄榄油中的维生素含量比较高 包括维生素A、B族维生素与维生素C 因此可以提升人体的整体抗病能力 具有美容养颜 颜年益瘦的作用 橄榄油还能增进消化系统功能 激发人的食欲 而且非常容易被消化吸收 对身体益处无穷 人的身体是一架非常精密的机器 任何一个器官出现问题 身体的健康造成致命的威胁 随着年龄逐渐的增长 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 会出现没有胃口吃东西的情况 不管多少美味佳肴摆在餐桌上 丝毫无法勾起他们的欲望 中老年人没有胃口吃饭 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 大部分是因为不健康的生活作息导致的 但是也有一些病理性的原因 也是不能忽视的 对中老年人来说 一旦出现胃口不佳的情况 说明身体释放出来的信号 是必须要引起中老年人的关注 一旦饮食摄入过少 就没有办法吸收足够的营养物质 供身体运转 久而久之 身体也会出现亚健康的状态 甚至还会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 中老年人胃口不佳的原因 一 消化功能受影响 一部分中老年人胃口不佳 没有食欲 看到饭菜 就想下饭桌 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 大部分是因为 中老年人的胃口出现问题 肠胃功能逐渐退化 吃到肠胃中的食物 没有及时消化掉 所以才没有饮食的欲望 这种情况是大部分中老年人 不想吃东西的关键原因之一 二 味觉的退化 随着年龄逐渐的增长 人体各个器官的功能 也会逐渐衰减 尤其是味觉功能的退化 在油炸 高脂肪 高盐类食物的侵蚀之下 味觉的系统也会逐渐退化 因此对食物无法提起兴趣 大部分中老年人 也承担了一部分的压力 尤其是长期的压力 也会导致味觉的紊乱 这也是他们没有 进食欲望的原因之一 三 微量元素的缺少 中老年人饮食不佳 可能是因为身体中 缺乏微量元素造成的 微量元素的缺失 让他们对食物失去了兴趣 看什么都是寡当无畏的状态 因此 身体中微量元素的缺失 也让中老年人失去了饮食的欲望和兴趣 四 肠胃出现问题 有一部分中老年人 年轻时候并没有过于重视自己的身体 鸡一顿 饱一顿 甚至还会吃 各种辛辣刺激性的食物 刺激肠胃 因此肠胃出现了问题 不是溃疡 就是出现消化功能紊乱 所以才会造成没有胃口等情况 在我国中部地区生活的一对夫妇 已经85岁了 他们的身体依然很健康 让很多人都比较羡慕 很多人会向他们请教长寿的秘诀 老夫妻说 他们平时不怎么爱吃米饭 加上近年来 年纪比较大 消化也大不如从前了 所以吃的就更少了 据说 他们还在60岁左右的时候 把红薯 小米等粗粮换作了主食 当然除此外 他们还有三种比较常吃的饭 一 木耳炒苦瓜 这两种都是我们平时生活中 比较常见的菜 可能很多人吃饭的时候 不喜欢苦味的 所以爱吃苦瓜的人并不多 但是这两种菜搭配在一起 确实非常好的选择 既能清热解毒 还可能帮助人维稳人的血液指标 与此同时 木耳还可以对人的肠道进行清洁 并且也能够促进人的血液畅通 我们需要把买来的木耳 在水里浸泡20分钟左右 之后把苦瓜洗净切成小块 也在水里浸泡大约10分钟 浸泡后 苦味会变淡不少 苦瓜需要先在锅里炒几分钟后 再放入木耳 木耳放入后 可以放适量盐 如此便做好了既有营养 又能帮助减缓衰老的菜了 二 番茄炖土豆 番茄内含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 可以帮助增强人身体内的细胞活性 与此同时豆腐内含有大量的蛋白质 可以有效补给人体所需能量 二者的搭配既可以保证营养 又能维持人细胞活性 三 橄榄油煎金针骨 金针骨是很多人比较喜欢吃的一种菌骨 不仅味道好吃 而且还能帮助增强杀菌 还能帮助增强人身体内的免疫力 橄榄油和普通油不一样 它不会使人的血脂升高 并且还能帮助软化血管 有着促进血液顺畅功效 今天的分享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都能身体健康 拥有幸福晚年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